新资 大火快炒 忍受高温 烹煮美味料理 餐饮厨房 出菜 分秒必争 你好 欢迎接受 上菜汤底 接着由服务人员协助上菜 厂外工作 四方都得顾也不轻松 如今又遇上缺工问题 让餐饮业更难做 劳动部也寄出解决方案 能帮忙煤盒协助找人 但前提是 餐饮业者得要开出每个月三万二的薪资 这样政府就能帮忙补助一般失业劳工每个月六千元 另外高龄 中高龄或二度就业者全时工作 最高也能补助一万 最长补助一年 毕竟还是有补助一年啦 对啊 如果是以未来的生涯规划的话 可能会先考虑看看 然后再跟公司洽谈看有没有调性的可能 先不要管那个补助的那部分 因为你补助只有一年而已 那年后就没有啦 可是以三万二的薪资来说的话 薪资好像有点低 它的时间一定都是 说好听是八个小时 总之你会卡一个很生气的时间 至少十个小时在里面的 虽然寄出补助能有效减少劳工 对于餐饮业 工时长低薪等推力 但这样的补助恐怕也只对短期有帮助 比如说像外厂的话 可能专业度不需要那么高 但是像内厂的话 它的专业度就必须要非常的高 那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 所谓的失业劳工 他是不是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他们适应的程度怎么样 这也是必须要考量的 不是把钱补进来 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也怕补助结束人力会跟着消失不少餐饮业 寄出高福利和额外的奖励留财 改善大环境问题 才能真正解决缺工问题 三连新闻王城伟 蔡俊麒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